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说明为什么我这次在课前作业要你们先做个什么十次的虚拟实验 好那既然刚刚我已经介绍跟你们说明了母群跟这个虚拟变相 这一万个虚拟数字的关系那是不是我要你们做的这个十次的虚构的实验 是不是就好像是说我每一次就是说我每次实验都是从这一个母群中 我找我随机找五个人做一次致力测验然后计算他们的分数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那么现在先来这个我先来请各位讨论一下 我这边放的第一题也是搭配电子书的第一个部分 因为这每次实验都是一个简单随机样的 好那请问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一个旧角 就是这个是是其中一个函数叫做sample 就是也是那个模拟就是说是一个对这边其他类sample 他这边是说是从那个一个继承已经存在这个资料表中的变相取N个样本 好所以你们这里看到的就看这个解释就知道说我为什么参数这样设计 就是说从iQSync这个变相随机取五个出来 好然后第三个是可有可无 就是说这个是如果说遇到要抽出数值的变相里 如果是有遗漏值的话那要怎么去做处理 好那这个是如果说今天处理的真的是一个要做什么机器学习的话呢 那这个第三个才会派得上用来 我说机器学习就是去养出一个ChatGPT的方法 好像因为大家对ChatGPT比较熟 你们现在要更知道的是 这种AI程式都是主要是用那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 那机器学习的一个训练模式之一 就是说我从很大量的资料 我每次就是随机抽出这个资料 然后来去那个训练这个一个AI程式或AI的模式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有点点 你可以想像如果高见就好像是 各位是这是OpenAI的职权训练课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Sample 这样子抽出来这五个 那你们会发现你们每次打开这个档案 这个数字是不是都会有变化 如果你们可以把这个档案再关掉再打开看看 如果你做好的话你把它打开再关掉再打开会发现数字有点改变 这是因为这个Sample每次去抓的都是随机的 所以它才叫随机样本 好那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想想一下 这十次实验每一次的随机样本是取后放回还是取后不放回造成 先回答这个前半部 所谓取后放回或取后不放回 就是这个教科书的这个8.1.2 他这边有讲到了简单随机样本的几种生成方式 一个第一个这个叫做不放回 然后有一个叫做那个放回取样 OK那他这边也有也有就是提到了 有一个什么偏误样本的状况 偏误样本它其实会产生这种样本 其实会可以应该会是通常都都主要都是会来自非随机的方法 好等一下有有有有时间我会稍微讲讲讲一下 它那个后面的那个随机方法有一个滚雪球 很容易造成这个偏误样本来你们现在先来想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前半部你们觉得这就以这个IQC 以这十次实验它这个用这个sample这样子去抽 它是取后放回还是取后不放回 都是从同样一万个 嗯嗯嗯嗯嗯 pictures 这样这样就是只要想清楚它这个I它这个sample 这个韩式的定义是怎么样就好 如果是取后放回的话呢就是实验二的这个韩式 我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个过滤器 过滤条件 就是说前面实验一的 那五个我不会放在这次的取样中 那才叫做取后不放 这个也就是借此 再让大家再加深一下 八点就是简单随机样本的变化 那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 那是因为我要大家可以去注意看一下 八点一点就是八点一点二最后 就是说他这边有提到 大多数的那个心理学实验的样本 都是不放回去样的结果 OK但是统大多数统计理论 就是包括这一张这个单元跟下礼拜 我们要谈的假设简定都是建立在放回去样 就是说现实是这样 但是统计理论是这样 但是这里那是数学家有 或还有统计学家有帮忙我们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母群的统成分子 我说的统成分子 他说的统成分子是说 母群构成母群的数值的职育空间 多到一个程度的话 放回去样跟不放回去样的随机样本 是没有什么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就算我们今天 今天的实际上我们的资料都是不放回去样 那我们还是可以用建立在放回去样的 这个理论来去处理我们的资料 OK这是稍微讲一下 这个我是觉得这种知识有一点点冷 因为它是只有那个数学所或统计所才会要考学生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去我们知道的话呢 对于我们在一些研究设计上会有一些更谨慎的小异 感谢观看